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科教区博物馆收藏的 西晋司机的月瑶庆子斧子 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斧子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叶斧 是一种卫生器 把叶斧作成老斧的形状 除了消灾避邪 吉祥平安等寓意以外 根据古书记者 韩与西汉司机的大将军黎广有关 据说有一次黎广到山上去打猎 打死了一只佛在地上的老斧 黎广就把老斧的头割下来 当作叶斧的使用 所以后人把叶斧作成老斧的形状 就是对英雄人物的那种崇拜 这件月瑶庆祠斧子 是1987年的时候 绍兴山上奖乡凤王山的一座西径 永家千年的纪念墓里面出来的 斧子整体呈传简形 前面这口部有个斧头 后面就是尾部有一条尾巴 斧子的两侧刻着一条翅膀 象征着如虎天翼 斧子的四条台是人弯缺的姿势 所以这件斧子像一只佛在地上的门斧 斧子的口部与背部之间 还连接着一条体梁便于使用 所以这件月瑶庆祠斧子称得上 是西晋时期的精品佳作